OK那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上班的人 他说请问一下有关相关经验的朋友 这个H4EAD工作的时候可以沿用配有H1B提供的 这个dependent health insurance吗 哦好 对于这个奥巴马健保的朋友 我们讲公司团保都是奥巴马健保 那这个呢你一提到假如说dependent health insurance 也就是说用那个眷属的保险 我的立即反应就是贵呀 你可以用但是贵不值得往往会有这个问题 第二个呢我们讲奥巴马健保呢 老实说他也不必提出来他的什么身份H4H1B 老实讲这个对我们我们又不是移民律师 我们只要问这位朋友 你跟你太太配偶有没有合法的美国居留身份 我们只要问这个问题就好 我管你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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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匹护啊 政治匹护啊 那个公卡 我只要问你 你有没有政治的居留身份 第二个 你有没有报税 你第三个你报税有没有跟你太太报在一起 第四个我要问的就是你们家庭收入 所以只要这几个问题你都给我回答 并且回答的还不错 那你当然可以用保险 那至于公司的团保由公司的规模来决定 公司大规模的你要顺着公司的规定走 政府的规定走 公司是小规模的要看老板的决定 没错没错 所以这四个条件很重要 公司的条件内规很重要 抓住一个重点就是 你是职员 你的配偶要加入到公司的团保 就是一个字贵 有的时候贵的会使你退缩 说我不要 我不要我的丈夫加在我下面了 甚至于配偶跟小孩参加的雇主的保险 都是相当贵的 说不定他账 那如果说这种情况 他老婆是 然后就合出来的价格特别的贵 那他丈夫的话 即使是没有工作 但他是合法身份的 他有报税 是不是他也可以外面自己买自己的 如果便宜的话 不一定 不一定哦 这个就是回到公司的规模跟内规了 很复杂的 我们好像经济日子不好过的 很多规定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嘛 行 那这个问题我估计是有一点 低调 那这个朋友 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 可以再打天宁保险的张先生 我们有免费咨询的热线了 这个就是我们屏幕上方的这个热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581 2581 626 581 2581 把你的情况 包括你太太的情况 你再多一点 低调 多一点细节 然后我相信我们的这个保险金 就会告诉我 怎么样的这个方案会比较好 对不对 嗯 好的 那再次感谢我们天宁保险的张先生 最近开放期了 他特别的忙 但是还有时间在百忙之中 接听我们的电话 特别的感恩 而且也看到了 你看每个人的这个细节都不一样 保险经济真的不容易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感恩之情 谢谢张先生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